六五炸鱼 六五贵瓶 都是六五特色是吧 都是六五特色 这是炸鱼糊 还有几天的我说 几天 比如说是没点点分 烙饭吧 烙收鱼地上创业来的 有点串通饭 这用来啥鱼 鱼 现啥的 这是盐锅是吧 干啥鱼 一份是何年呢 35 13年了没长点 10年了不长点了 一刀就35 咱那儿地儿开多少年了 14年了吧就是 从前岁到啥这个过程 不会超过15分钟 新鲜的 新鲜 新鲜屍 新鲜 新鲜 浮炸2-3片 嗯 好了是吧 好了 这个炸的难度就在于这个浮炸呗 浮炸有闻 有闻的控制是吧 嗯 无 在这平常神医在人 反正以这个都是主公万丈宝泵 主公每天都是宝泵 每天 晚上也试 晚上也试 这邻居都知道 看这个流谷炸鱼 整个盘子的形状还是一条鱼 然后这边是头这边是尾 中间是那些鱼块 样子非常好看 再尝一下这个炸鱼 这个炸鱼特点就是胶 然后里面的肉又特别的嫩 尝一下 用的是鲤鱼里面是有刺的 外面这层面皮非常的薄 里面的肉是真的真的很嫩 跟我之间吃过的炸鱼 区别就是它没有那么油 很好吃啊感觉 刺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已经快12点了 这家店马上要坐满 它只能单吃 不能和这个灰饼一起吃 不然容易被刺的 尝一下这个灰饼 里面的配菜非常的多 看起来是那种家常的做法 但是也非常有食欲 这样一口能吃到饼和配菜 口感非常的丰富 炸骨的豆腐 今天是一份非常特色 而且美食的炸鱼 单入换业份 和一份很实惠的10块钱的惠饼 两种都是河南传统的做法 吃起来都特别的好吃 你们有吃过这种做法的美食吗 可以带评论去讨论一下